HIGH! 大家好! 我是BOSS! 腿翻炸友! 最近這個頒獎領域要開始了嗎 那...還有這個年度的MVP到底會是誰? 那我自己小小小小小的預測 今天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當年收到我入圍心人王的感受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我那時候其實也是入圍到新人王 我當初的競爭對手是誰知道嗎? 我查給你們看 我看到第一個看一下 終止新人王入圍公布 許基隆、王柏隆以及方長永角組 我看到 拜託 OK吧 我也是有入圍過的 OK 我的競爭對手現在幹嘛? 忠信兄弟的忠信達者 OK 日本職棒的 王柏隆 不用再多說了吧 OK YouTuber 王長永 好啦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老實講 那個我不知道他是有什麼資格可以入圍 我老實講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好像是媒體票選 那當然那一年的成績是比較好 一定要比較好才有可能 這是我是入圍2015年的新人王 那一年我記得 喔我跟我老婆就是你 我們在獸山動物園吧 對 那我就突然接到電話 欸王嫂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什麼 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可能是新聞提早發布 那我那時候沒有盯著新聞看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去約會了 對老實講 那時候我跟抱嫂還是 男女朋友有關係 我們那時候記得是去獸山動物園 結果就一大堆朋友打來 恭喜恭喜 到底恭喜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 所以很簡單 如果想要入圍新人王 就去逛獸山動物園 大家都講 入圍就是肯定 確實那一年我的表現 我的成績是比較突出的 我看到很多別的YouTuber 都有在把它做出來後 那一年是我的生涯代表年 生涯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做任何事情都努力的去做 那弄你100%的力量 去完成你當下你該做的事情 不管你在哪個行業 我相信看我影片的各位 你們一定不只是在打棒球 你們有你們的自己的事業 或許你們現在只是一個基層的員工 你把你基層員工該做的事情 把它做到最好 其實你的主管都有眼睛 他們都會去看你的考基 他們去看你的成績 慢慢的拉拔你 幫你做升遷的動作 那我也相信 其實態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一年 2015年這一年 其實老實講 是因為正宗的主力外野手受傷 那我才有這樣的機會 才有這麼多的空間 可以上場 當然我自己的努力之後 把握住機會 打完了一整年 最後入圍的新人王 那入圍新人王老實講 說真的 怎麼想都沒有想到 老實講 看到了我與許激鴻 跟王波龍 這兩位超級超強勁敵 再講一次 一個是中興兄弟 今年冠軍賽的中興打者 接下來另外一位是日本職棒的 這麼好的一個選手 這麼優秀的選手 那我可以跟他們齊名 在這個版面上 其實我也覺得 魚有熔煙啊 所以這兩位 其實都是我的學弟 那這兩位也是 非常傑出的選手 話再講回來 我還是多多的去鼓勵 在看影片的你們 不管你現在在哪個職位 在哪個位置 做好你現在該做的事情 而且 想辦法把它做到更好 你絕對不要說 你現在只有 22K或是25K 你就 你就只做22K 25K的事情 欸 這個廣告造成是怎麼 想要投入業配 這個觀念跟大家分享 假設你現在只領25K OK 你一個月就領25K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 讓你自己 把它變成 你有30K的價值 你有35K的價值 你有40K的價值 甚至 你做到你有100K的價值的時候 你的老闆 你的主管 自然會看到你 看到你 他自然會拉拔你 因為你是個人才 絕對不要去怨天遊人 阿我只有領25K 嘖 那我就做25K的工作就好 那我告訴你 你就永遠都在25K 那個位置上 因為 你沒有超越25K的價值 我們換位思考 你如果是主管的話 你會 去拉拔那種 只有25K能力的人嗎 應該不會吧 就算你有一個100K的位置 這個換位思考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也會非常了解 這個邏輯 我想我不用再多說贅述 再講回來 我那個時候 其實就在 最後是我們球隊管理黨 有 欸 恭喜你喔 你入圍今年的新人王 喔喔 入圍新人王欸 哇靠 這個通常都是在 入圍職棒第一年的 口號而已 我目標是新人王 結果欸 真的是入圍了 看到這兩位 這麼強的勁敵 其實就是 當然第一次開心啊 可以跟這麼強的選手 一起競爭一個獎項 那再來 在當下不敢想說 一定會得獎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太強了 真的是一個非常 強的選手 所以人家講 入圍就是肯定 老實講 入圍就是肯定 這個是真的 全台灣有這麼多選手 就三個入圍 OK 我就其中一個 讓我囂張一下可以吧 我在 街道之後 我記得我去做一件事情 馬上會訂西裝 因為頒獎給你要西裝啊 所以就馬上去訂做了西裝喔 那天就帥帥的要去 當然啊 去老實講 會不會有期待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期待 雖然兩位真的很強 但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期待 那你說要準備什麼得獎感言嗎 老實講 好像沒有 我記得我沒有準備 因為我想說 啊就是去看看嘛 原來頒獎給你長這樣子 原來自己入圍是這樣子 到了現場 看到那個大螢幕 都會放出你今年的精彩影片 我才說 喔 對 原來我今年有這一顆球 就是 回憶吧 當然最後那一年是 許激鴻拿到 那一年王波隆還沒有拿到新人網 那一年是 許激鴻拿到 王波隆是在 這是王波隆第一年 王波隆的第二年 也就是我錄了新人網的 隔一年 他才再拿到新人網 然後 講到最後 這個重點 我想大家都想要知道 我預測今年的年度MVP會是誰 老實講 年度MVP我覺得 還是會 是德寶拉 因為德寶拉今年真的是 驚奇四座 他的水準跟去年其實是一樣的 而且他是一樣的高水平 所以我覺得他今年拿到年度MVP 這個年度超大獎 真的是十字名歸 那我也 期待也非常渴望看到本土選手 明年可以拿到MVP 希望把這樣的殊榮留在國內 讓國內的職棒環境可以越來越好 這是我們大家的球迷樂見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這個 頒獎典禮的自己的經驗 想說 剛剛有頒獎典禮 那就拍出來給大家看看 跟大家分享 喜歡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還有 因為我們現在都會有這種 不定期 隨時的發布影片 所以你們如果想 看我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很會做篩選 看看哪個議題是 比較適合拿出來講的 我們就會把它講出來 所以請大家踴躍留言 那你們留言 我們其實都會看 那我們再來篩選 欸什麼議題是可以講的 最好是 我自己有親身經驗 那當然最好 OK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